大飛我瘋了 想不到不單只是晶片 現在中國人全部自己找 因為實在太多 太多重要的技術 原來全部都要靠外國人 晶片這件事 已經令到中國左支右絕 但是問題就是晶片 晶片最多我不夠你先進 那你用7納米 我就用14納米 有分別 但是起碼還可以維持著基本的運作 但是原來有很多的技術 沒了西方國家 中國包括習近平 他的身體有什麼問題 你都頂不住 你都會即時喊救命 那當然 黑市當然有 我說的是什麼 原來 全球的所謂搭橋手術 他們的人造血管 這個世界只有兩個國家做得到 一個國家叫德國 第二個國家就叫日本 這個大家都想得到的了 中國上年2022年 一共做了4萬5千宗的搭橋手術 他們用這種所謂的人造血管 全部都是進口的 即是說只要德國和日本 我不賣給你 那一年裏面 起碼有4萬5千個 中國人 他們就可以回去早點休息 包括中國共產黨員 問心講 要做一個搭橋手術 以現在大陸這樣 下下十幾二十萬 二十幾三十萬 我問你 普通人 很多人這個醫藥費都交不出 即是說做這個手術的 一般來說 不是共產黨員 就是高級幹部或者有錢的人 因為他們的人命是給任何人都值錢 而最重要的是他們還有公費報銷 但是這裡 你就很震驚 為什麼會知道 不是官方公佈 而是最主要民間在這裏運 在這個時候 敵氣敵蓋同仇 即是說 現在我們中國的民族偉大復興 你們這些西方國家 在關鍵技術上 折斷我們中國的發展 甚至妄顧我們中國人的性命 這種已經成為了全部中國人的主流和普遍看法 自從晶片之後 很多中國人 他們就不停在網絡上找 哪些技術 哪些設備 哪些東西是全球輸入中國的 他們隨時都可以令到中國一朝回到解放前的 那當然不單止這個人造血管 譬如好像我們最厲害的三一工程 就是那些滑泥機 起重機 大吊那些 真是已經超越日本 和美國的卡特菲利普 但是那個問題 原來它裡面的全部都是德國製造 近期已經全面這樣踢爆了 即是三一工程裡面 所有的原組件核心是德國 是日本 是韓國 甚至是土耳其 更多的有些是荷蘭製造 這個也都令到很多的中國人震驚 我們不是自主研發的嗎? 不查不知道 一查 開始中國人就害怕了 為什麼害怕? 就是以前我們經常都覺得我們是大國 我們隨時可以反制任何人 結果越查越心驚 共產黨不告訴你 不代表你沒辦法找得到 結果在網絡上大量這樣說 中國人其實很簡單 他們不停地希望國家強大 在國家強大 他們可以犧牲連飯都不吃 當然這個是說而已 但是一牽涉自己的利益的話 這樣就不同了 現在個個好像同仇敵蓋一樣 是這樣針對美國 針對日本 針對德國 但是當他們有事的時候 他們就會發出一種聲音 就是為什麼自己今時今日 全球這樣抵制中國 是中國出了問題 還是西方國家出了問題 如果當他們的財產 當他們的生命受威脅的時候 而最重要的 而他有多少能力的話 這樣 這個就是中國最不願意見到的 因為他們第一時間就會反撲抵制 就好像你看到城管下來 嚇嚇巴巴 結果不單止城管 跟著連公安都遭殃 習近平 最不想你知道的事 就是原來 全中國所有的核心技術 都是來自西方 所謂中國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到今時今日 有幾多成是真的 這件事 現在大陸一直在發酵著 就是到最後尾 你的生死 你的健康 全部掌握在外國人手中 生命都是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 課金 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比賽 代表安丁娜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